我常常看到病人就是 跟我说平常都没有高血管 竟然要上手术台之后 就是210 220 那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反而不会担心手术本身 而是担心他因为这样子 就造成全身性的风险 他的心情的波动 对 在手术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有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糖尿病 糖尿病我们常常讲是 眼科医生跟眼科病人最大的敌人 因为它会造成不是只有神经病变 不是只有肾脏病变 那甚至会造成我们的 视网膜的问题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医的双重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问梁医 我是张哲豪 大家好 我是王伟医师 王一师最近外面天气好热 太阳好大 你有没有好好做好防晒呢 有 之前我们有讲过皮肤的防晒 所以我都会穿好抗UV的外套 但是也会顺便戴个墨镜 戴墨镜 不是为了帅 而是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 王一师的防晒工作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现在外面的太阳真的非常的大 不只是我们的皮肤要防晒 其实我们的眼睛也是要防晒 大家是不可以忽视的哦 那我们今天现场也邀请专家来帮大家来解惑一下 为什么眼睛要防晒呢 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基隆长根纪念医院眼科医师孙启青 同时也是台湾白内脏及趋光手术医学会的理事长 欢迎孙医师 早好王伟医师好 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孙启青医师 欢迎孙医师 那在节目开始前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 并在商周吧留下你的宝贵评论 支持我们继续制作好节目 对没错 那一开始就先请教孙医师 我们刚刚开头讲 现在太阳真的非常大 不只是皮肤要防晒 眼睛好像其实是大家常常忽略的一点 其实紫外线大家都知道 尤其在夏天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紫外线一年四季都有 那所以特别是在 比如说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你觉得冬天天气可能 这个阴阴凉凉凉的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紫外线 这是错误的 其实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血盲 血地 你知道这个紫外线呢 就是说反射 那个反射 那个反而是全反射 到你的眼睛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会容易造成 血地造成的这种紫外线的一个伤害 是 比如说眼睛的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黄斑部的一些病变 对 那我们知道其实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我们的视网膜的这个色素层呢 它会有一些就是 清道夫的角色的这些细胞 它在遇到一些紫外线 造成的一些组织的伤害的时候 它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那但是因为可能 有的人的这种自我清除的 这个细胞的这个功能 对 这个功能呢 不脏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沉寂在我们的视网膜 造成这种老人性的黄斑部的病变 那另外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UVB 280到400 这个造成的伤害其实也蛮多的 比如说像白内障 我们就知道白内障 大概跟UVB会有关系 那另外就是说 像这个 大家可能知道以前念书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胡适的爸爸胡铁皇 他就是有眼翼病 那这个眼翼病呢 基本上也认为跟紫外线是有关系的 那甚至有些有可能会因为 眼睛有一个所谓的干细胞 眼角我们的干细胞是存在于伦部 就是我们眼白黑眼球 跟白眼球交接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受到紫外线的一些造成 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眼睛的这种癌症 那会有这种上皮细胞癌 那另外就是提到UVC 那UVC的话呢 他基本上是波长很短 但是他伤害是 特别是在眼睛的这个 角默的这个表皮 那这个通常会是 比如说电焊的工人 他没有用防护 那他可能白天工作 那通常就是不会马上发生 他大概到要睡觉的时候 那他就来操我们眼科医师 因为眼睛会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就会流眼泪怕光 通常就是半夜的时候 会特别的不舒服 那另外也有一个族群 比如说你是在实验室里面工作 我们知道说养细胞 那可能一整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我们会把UV灯打开 那去杀菌 紫外光 那这个有时候不小心他打开了 可是他继续在里面做实验 这个也有可能会造成伤害 所以其实紫外线的伤害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说到眼睛防晒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戴太阳眼镜 这个就想要请教一下 要怎么挑选 也是这个学问也很大 那要用什么颜色的 那另外就是像一些近视的族群 他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是有变色的 那这个颜色上的选择 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美感 要告诉我们一下 基本上我们从前面的一个解释 大家应该就知道 所以这个UV40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基本款 就是通常你如果说去挑选的话 那你就要跟他讲 他有一个UV400的一个等于这个认证 也就是说在400以下的 这样子的一个紫外线都可以滤掉 那我记得也跟哲豪提过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测试 就是把市面上所有可以收集到的这个 太阳眼镜 太阳眼镜 那当然大家有特别的考量 那我就 在市场到名牌都有 对对对 那但是就是只要自己觉得OK 然后价格也合理 我想都是OK的 那至于说颜色的选择上面的话 也是看个人的习惯 有的人说我戴这个全黑的 是不是一定就比较好 房屋比较够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刚刚讲UV400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是比如说 茶色的 墨绿色的 你自己觉得戴得舒服 因为其实阳光的照射 直接刺激是比较 是比较会让自己觉得不舒服的 所以只要能够滤过 那样子的一个光线 让自己觉得看起来 是比较柔和一点的 我想应该都是OK的 对 那大小的话 当然就是选择自己的脸型 我们有时候看到是 比如说眼睛干 因为他干眼症 他觉得这个泪液 他要保持在我们的这个眼睛里面 他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镜片 那一般如果说是因为 紫外线的防护的话 其实倒反而还好 那至于刚刚这个王伟一师提到的 就是说所谓的这种变色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就是要小心 因为可能会 比如说你从室内到外面的话 很快变色 没问题 可是如果反过来 他是从室外 然后到室内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就会按掉 所以这时候按掉的时候呢 你就要小心 有些人一个不小心 也许会跌倒了 或者怎么样 这动作可能就是稍微要慢一点 对 慢慢来 慢慢来 对 那所以眼睛没有防晒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可能就会加速眼睛的老化 造成的一些疾病 像是刚刚讲到的白内脏 那现在好像是可以靠手术来解决这个状况了 对不对 是 对 那其实有些人会害怕做眼睛的手术 因为就像举我自己例子 其实我自己光点眼药水 我都很害怕 我对眼睛会一直扎一直扎 那更何况你是要做雷射手术 所以我们今天也整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 要来一起看看 然后也请专家来帮我们解答 那第一个就是白内脏一定要做手术吗 会不会有失明的风险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 很多病人来就会问说 我有白内脏 那我要把它开掉 我马上开 我就说 那它影响你的生活吗 他说 不会啊 可是白内脏不是放久了会有眼压膏会失明吗 对啊 那我通常就会澄清一个概念 事实上不是说听到有白内脏就要去手术 那白内脏它会随着你年纪会越来越严重 是没有错 可是白内脏要手术的这个时机是蛮 依个人的生活的需求 这个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今天是职业的计程车驾驶 那你可能就是每天在外面开车 那如果你今天的势力也许比如说 0.6 0.7 可是你在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 可能会对你产生的一些危险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驾照这个要求都是相当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是只有你还要考虑到车上的乘客的问题 他可能就会比较希望早一点来接受这个手术 但是如果说今天好比说你今天七十几岁 七八十岁好了 那你在家里面你也都是很熟悉你的整个居家的一个设施 你也很少说要在外面走动 那做一些常常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他觉得日常生活 比如说我在我居家的环境都OK 这时候也没有说因为白脸障造成 比如说你眼压升高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不变的时候 这时候也许0.3 他可能也觉得还好 我也不见得要做手术 所以其实白脸障的手术 我是觉得都蛮看个人的 只要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工作 各方面那如果说在没有立即的 我刚刚讲过这种危险的情况之下 然后适时的回来医生这边追踪 我觉得都是OK的 那遇到一些特别的考量 那我们就是特别的来看看他的需求 然后来给予他做一些建议 那基本上白内障主要的手术 就是换人工水晶体 我可以这样说吗 那他做完之后 他就可以马上改变视力吗 其实我们白内障的手术 基本上我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会在眼睛的周边 我们刚刚讲白眼球跟黑眼球交接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用刀片或用雷射的方式 当然现在新的有雷射的方式 然后进去 进去眼睛里面之后 我们的这个水晶体 白内障它混浊之后 它水晶体前面会有一个前囊 我们会类似像做开罐头的动作 把这个前囊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 我们再用超音波的探头 然后进去 然后把这个水晶体 就是把它分割 比如说成四块 六块八块等等不一 然后把这个浑浊的水晶体 把它拿掉 那拿掉之后呢 再把剩下的这些皮质 然后做吸除 移除 然后把它抛光 polish一下 抛光一下 然后再放人工水晶体进去 然后伤口 现在其实也都 用水盒的方式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打针 可以让病人就是当天就是手术完就可以回家 当天就可以回家 当天就可以回家 不需要像以前 以前我们可能还要住院好几天 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都还要 还要这个绝对卧床等等 现在其实病人就是回去 然后隔天回来看 伤口 像我上个礼拜开了一二十个病人 其实今天很多回来视力都不错 甚至有些就是 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0.8 1.0的视力 所以现在应该应该是这么说了 拜现在的科技之四了 因为以前我们伤口都要做的很大 现在其实都很小 那水晶体也可以用折叠的方式 它的材质也是进步的 手术的仪器也是进步的 那当然 医师的经验也是很重要 真的 那因为白内障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它可能是长辈比较会碰到的疾病 那其实长辈 很多都会有慢性疾病 那它有适合开吗 好 这个问题很好 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医生我爸爸有糖尿病 对 那听说糖尿病伤口不容易好 可是白内障又很严重 对 那它要不要开 那我会跟他讲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伤口 基本上一直在角膜的部分 基本上它都不需要太久的 预合的时间 导致如果你今天是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有这些慢性的疾病的时候 你要先去控制好 因为很多人在手术当中 其实是很紧张的 我常常看到病人就是跟我说平常都没有高血压 进来要上手术台之后就是210220 对啊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不会担心手术本身 而是担心它因为这样子就造成全身性的风险 它的心情的波动 对对 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反而会有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糖尿病 糖尿病我们常常讲是眼科医生跟眼科病人最大的敌人 因为它会造成不是只有神经病变 不是只有肾脏病变 那甚至会造成我们的视网膜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视网膜有问题会造成出血 那甚至现在包括自己的研究都显示说 它也有可能造成角膜的问题 糖尿病会造成角膜跟肝颈症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要好好去控制它 那如果你今天平常有做这个糖化血色素的检查 我们当然会希望是不要太高了 就是大概控制在肌附近 那这样做手术的话 安全性比较高 那一方面也是增加你这个术后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如果控制的不好 产生了这些病变的话 其实你开刀换了水晶体 后面视网膜还是会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就比较可惜 不过现在人工水晶体的进步 真的让很多开完白内障的 我们的一些长辈或者是长官 就可以视力都矫正好 不用戴眼镜 所以我现在在路上只要看到 以前认识他没戴眼镜的 我就会走过去问他说 你开白内障 他们都会 真的这个答对率百分之百 不过我倒有个问题是 因为白内障通常都是两眼 那因为现在手术的科技 跟手术的技术都进步 那我可不可以两只眼睛一次把它开掉 不要分两次开了 好 其实这个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都引起一些不同的争论 比如说像台湾是还好 但是比如说有些地方像加拿大 美国 可能平常看个专科医师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们会说 我有白内障 那我就没有办法回来追踪 那我是不是一次开掉 然后会比较方便 这个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对我们来讲一直在台湾 我相信是很少医生会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的手术 假设你今天开刀 当然这种机会是非常非常低 就是说但是还是有可能发生 比如说感染眼内炎的风险 那即便是万分之一千分之一 那毕竟是一个风险 如果说你今天做这个手术之后 刚好因为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不管是个人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这种眼内发炎的话 那万一你做两眼的时候 这个风险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通常是不会这么做 虽然对病人来讲好像是很方便 那通常我们最积极的做法也是 比如说你开完刀之后 隔天回来恢复的不错 也许就是两个礼拜之后 那我们再安排另外一个眼睛做手术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 我们大概现在讲到疾病治疗都一定要讲一下健保给付 那现在健保局也都要求我们医院要公开揭露一些品项的收费 所以我大概查了一下 这个人工晶体的这个价格好像从1万到12万都有不等 价差这么高 对对对那是不是能够请理事长回答我们一下说 第一个是健保有没有给付白内障的手术 那第二个是如果这些晶体在不同的价格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功能或者是结果 嗯很好 这个其实我们几年前刚好有一些这个自费差价 这样的一个议题啊有讨论 所以健保署也是从善如流 那跟我们也可以学会有讨论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架构 那我首先先先回答一下这个王尔医师的问题 白内障健保有没有给付 当然是有当然是有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 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额外的保险或等等 你还是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 而且是几百块 你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手术 因为健保是给付大概55岁以上是这个免申请 那只要你有白内障 然后专科医师判断是OK的 你就可以接受这个手术 所有的所有的包括手术的 这个方法还有一些耗材 还有水晶体的部分 全部都是健保脊肤 我常开玩笑跟病人讲 我说在台湾当病人是最幸福的 那辛苦的都是医生了 实话 我想我应该会同意 对心有气气焉 那至于就是说 假设你有额外的需求 比如说你今天希望用的是 这个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 这样的一个肥球面的设计 那它的价格可能扣掉健保 起伏价可能就是接近落在三万左右 两万七八 那这种是所谓的单胶的 人工水晶体 那这个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其实我常常讲 你吃卤饭也会饱 你要吃高档的牛排馆也会饱 但是就是看你自己的想法 对 那再上去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散光 矫正散光我们刚刚有提到 矫正散光这个可能非常高一点 也许四万多块 那如果在六七万上去 到十万十几万这中间的话 大概就是 比如说你是延焦段的 不管是短延焦段 长延焦段 或者是说是多焦的 或者是多焦的散光的 那因为不同的功能 那当然就是我提到的 看个人的需求 比如说你希望开完刀不戴眼镜 那这样子 你大概就是要选择这种高阶的 这样子一个多焦的 延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澄清一点 绝对是有健保给付的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 很多人会来就是说 我不敢做手术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都要花很多钱 我说没有 一定是健保给付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对就是白内障不要拖 如果真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对对对对 我们健保真的是 保障大家注意的权利 是是是 以前都觉得白内障是 高龄者的毛病了 不过因为现在实在是大家 因为山西产品用眼的时间多了 这些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不过我的专业虽然是减重 好像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还是硬要把他凹一下说 他还是有相关 我们就小孩子而言 我其实有个研究发现 在学龄儿童 他其实肥胖 蛀牙跟近视 势力下降 这三个东西是有相关的 所以其实肥胖孩童的势力下降 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 肥胖的病患又在我们的门诊 常常看到的就是他比较有高比例的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我想刚刚理事长有讲过 糖尿病就会造成失望膜病变 这个可能也是势力的影响 高血压也会造成血管的问题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保健品 吃这个叶黄素 其实叶黄素他会分布在脂肪细胞里面 所以如果说是过于肥胖的病人 他吃了叶黄素之后 他会分布到脂肪细胞 也不会在血液循环里面 送到眼睛去被血液利用 所以等于是 对就是要吃到更多更多叶黄素 才能够达到他的治疗效果 所以看起来就是保护眼睛 可能控制一下体重 也会有一些些微的帮助 尤其是在学龄孩童 没有错 没有错 其实我这边稍微回忆一下 呼吟一下王医师的说法 我们知道说 其实当你今天孩童的肥胖的时候 他其实更不愿意动 他不愿意动 然后他就怎么样 反正我都躺着看电视 吃零食更胖 然后整天看电视 那可能就是近视度数又加深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相关的 这真的有相关 所以我们还是要鼓励 就是说我们台湾可以很自豪的讲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近视的研究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享有盛名的 比如说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我们跟高雄长庚一起合作 就我们发现说小孩子 大概在户外的增加了一个户外的 这个活动的时候 事实上你不用多 一天只要一个小时 你事实上一段时间之后 一年之后你的近视的这个增加 是明显的下降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一定要呼吁 我不要待在家里面 沙巴马铃薯 对然后给小孩子3C当3C保姆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可惜 可以出去走一走 对 所以其实在户外走走跳跳 不只可以减重 也可以顾好我们的实力 阻力也会变少 所以真的是环环相扣 也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多的留意了 那今天也谢谢孙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泽豪 谢谢王伟哥 也谢谢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 对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请记得下载本集的健康问良医 并且要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 请在商周吧留下你的宝贵意见 来支持我们 健康问良医每周五晚上八点 都会准时播出 别错过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 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和Podcast商周吧 期待你我在共中相会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